嗨,大家好,我是长颈鹿 那自从上个周六起呢,德国这边天气就不是很好 然后今天终于天晴了,所以我就出来玩一圈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波红的城市公园,叫做Start Park 那这个公园呢,是卢尔区最古老的园林式的一个公园 它始建于1876年,然后大概有31公顷左右 这是一个雕塑,有一个什么建筑师设计的 我忘记,我忘记那个建筑师叫什么名字了 确实是雕塑,我是那个战争遗迹 好笑 现在没有喷水了耶 什么鬼 哦,剩了 那边有狗子好像想打架的样子 冰冰是自己在打架 这个湖里今天好像没看到有人在划船 去年夏天我们还来划过船来着 虽然这个湖真的就挺小的 然后也没有太多可看的东西 温暖她的衣服 余坛 激烈 箕匙 我们就在来吧 河不飞 现在太阳出来了 这块大草地看起来好舒服 我们再往前走就要到这个公园的一个儿童游乐场的部分了 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拍视频好了 刚刚我们从湖边上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摄像机已经关了 然后迎面走过来几个德国人 有一个德国女的机具跟我说 你不能这样随便拍摄像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她我摄像机已经关了呀 她上去逼叨叨逼叨叨 也是没谁了 捷个冰淇淋我吃了两口给喷胖胖了 然后再回到我手上的时候就这样了 让她要气死了 两口吗 你自己想一想 我吃着吃着 发现它底下好大一块巧克力啊 幸福耶 我们现在公园已经逛得差不多了 然后准备去市中心的超市买一瓶Fighterweiser 就是德国的那个秋天特供的甜葡萄酒 当我们要离开公园的时候 路过公园的入口 发现它开始喷喷泉了 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有再喷的 好那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这种比较花的是意大利产的 拿一个 从这里 它不能倒着放 因为它的口是没有封的 这种呢是德国产的 再拿一个 是送末祖安 对 在给我 收尾 和 收逐